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芸汐 哈喽 哈喽 百恩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你是在 我在写对联啊 你怎么这么老干部啊 这马上要过年了 然后我就亲手写了一副对联 准备送给粉丝 然后当作福利嘛 这样也比较有仪式感 其实我今天来 要过年有给你准备一个礼物 哦是吗 对就是这个大吉福祿礼盒 你可以打开看一下 对这个对联呢是乾隆玉笔的 这个真的是大吉大利啊 给你想一个关于乾隆的小故事 乾隆皇帝他素有最连天的一场 然后有一年他就微服私访 他走到了那户老百姓的家门 他发现有一个鞋皮匠家门口 还没有春年 而这个时候呢 他就译刺了这个鞋皮匠的一场 上原是追追追追出竹本 下原是拉拉拉 同期是先自从 自从他译刺了这个鞋皮匠 这副春年之后 是不是很厉害 我觉得云西你懂得很多啊 真的很厉害 谢谢 其实我觉得我们写这个春联 都是以前小时候 对像我们爸爸妈妈这一辈 他们老一辈的人 特别喜欢写这种春联 然后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的时候 就有我们自己的一些小游戏可以玩 很好玩的游戏 对吧 对 那么我们这一期摩西先生呢 就一起来追忆一下 我们曾经同一个人玩过的那些小游戏 好吗 好啊 好 怎么样 是不是看上去很眼熟 对 那我们就先介绍一下 这些分别是什么游戏吧 好吧 这个呢 其实现在有很多人会玩 就是提件 提件 提件 提毛件 提毛件 提毛件有笔次数 比连批的时间 还可以避批的花样等玩法 嗯 批个提件 批花件和提毛件一样 有笔次数 比连批的时间 还可以避批的花样等玩法 7 8 9 10 11 翻花绳 用一根绳子结成绳套 一人以手指编成一种花样 另一人用手指接过来 翻成另一种花样 相互交细边翻 直到一方不能再边翻下去为止 我这个好有回忆 这个真的是小时候会 谁把鞋给翻死了 拍阳画 用程度话说就是 谁爱阳光 拍阳画 把阳画合在一起 摆在地上 轮流用巴掌去拍 或者用阳画去拍阳画 能拍斑即可拿走 抓石子 用程度话说叫做 抓石子 将六个石子一把散落在桌子上 捡起其中一颗往上扔 第一次扔的时候 抓一颗桌子上的石头 第二次扔的时候 抓两颗 以此类推 直到桌子上的石头 全部抓起来 这个你知道吧 东南西北 你真美 高速发展的信息化社会 已经很少再看见 这种当初的小游戏了 很多人都是绷着手机啊 然后ipad啊 在那里 根本就没有交流了 现在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已经越来越少了 越来越远 我怀念的是 我怀念的是 无话不说 我怀念的是 一起做梦 我怀念的是 争吵 以后还是想要 爱你的 窗洞 我记得那面 伤魂 也记得那一首歌 记得那片星空 我怀念的是 我怀念的 我怀念的 首先你要记住 行数字 1 2 3 我要先把它甩起来 依次要抓一个 首先抓一个 然后抓两个 看见没 要抓三个 明白了 来吧 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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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吧 这个甩子是因为 技术活 对吧 对吧 重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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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鸟 我找个数 你确定不是我 我还是再来一次 三次啊 最后一次机会 我现在真正的技术了 你是要拆帮子吗 我先走了 我觉得你请厂外观众 我请一个吧 听说我们今天有一位 特别厉害的大神 有请我们的角王 有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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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甩的时候很讲究技术的 对 好 选这个 选这个 一二三 你选这个 你选这个 一二三 你选这个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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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太帅了 怕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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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儿王就是子儿王 我觉得我们可以直接挑战一下最高难度的 你来试一下好不好 然后如果你不行的话我们再请子儿王本场 来 眼睛手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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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儿王来示范一下吧 杨晴子儿王 你可以的 你去看一下 我刚刚我先说了 我先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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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真的是重重的绝对 教科书 教科书一样的存在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昨天你写的日记 明天你是否还惦记 曾经最爱哭的你 其实就是比如说这样子 然后我拍完一下你再拍 我们怎么算赢呢 比如说我这样压住你 然后你再把你的记彰 翻过来 那么我们的记彰 我们不算的时候 每个人都会有一张王牌 就是自己那张 是特别不容易被 拍到的 是吗 不容易被压过来的那张牌 就是自己的手头的王牌 我要派出我的第一员大将 猪八戒 猪八戒的话 那我就派一个 教师罗汉 那我再如果翻过来盖住你 我就赢了对吧 对 哎 赢了 哪赢了 要两张 要两张都干掉 又干我了 又回到零点 又失光了 这些我们都是在地上玩的 想办法就是 趴在地上 然后整个身上就是什么泥巴啊 这些 灰尸 你也是一切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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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只要把它放过去我的赢了 对 嗯 没有赢 没有赢是吧 那你就又把自己回上去我 我这样子一下就我又又暴露年龄了 哈哈哈哈 对 对 我觉得其实你看马上就要过年了 嗯 其实嗯 小伙伴们可以 把你的这个 不管是弟弟妹妹啊 哥哥姐姐啊 还是你的朋友都笑起来一起聚一聚 对 然后通过这种 小游戏 小游戏 怀旧的一些 对我们来找一下童年的那种美好的回忆 对吧 然后再 增进一下彼此的沟通 彼此的交流 我觉得也是一件蛮不错的事情 对 我平时自己也会觉得 其实我们小时候的生活是特别的 简单 纯粹 对一个磁带会一首歌反复听上 对 一百遍都会唱 对 现在选择太多了 所以我觉得 偶尔回归一下 那种 简单 简单纯粹的生活 其实也还是蛮好的 对 是吧 对 最后呢 芸汐和百安在这里 恭祝所有小伙伴们 新春快乐 狗年大吉 一 追追追追 追出穷鬼去 拉拉 拉近才是哪 横击是 打 打 打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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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